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秋言 我昨天做了个梦 梦见什么了 我梦见安娜了 她在干嘛 她 她跟别人结婚了 哥 你能不能不要胡思乱想了 那只是梦 她不可能这么快就跟别人结婚的 再说了 我也是女人啊 所以 我还是很了解她的 她心里肯定是有你的 要不然 怎么可能再我跟她说 我是你妻子以后 她还跑去我店里找你 你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赶紧把病养好了 等你病好了 你就去中国找她 跟她解释清楚就好了 还有啊 此时此刻最重要的 就是赶紧把汤喝了 来 我很担心安娜 她现在过得怎么样 好 请进 叶主任 赵平丸在哪儿 小赵 嗯 我没看见啊 大家都没看见她 这都几点了 叶主任 你就这么管理你的手下 你找她有事啊 当然了 不然我找她干嘛 就这样 有什么事我帮你 太大不用了 赵平丸来了以后 让她找我一趟 来了 哎 你怎么来了 一趟早的 送早餐 油条 我刚刚还梦见 在梦里吃油条呢 你就给我送来了 你好得太不真实了吧 安娜起床了吗 嗯 没有了还睡着呢 你看你给谁送早饭啊 当然是给你们俩啊 莉莉姐 刚来上班 啊 岳准说你找我有事 上次开会 让你准备的报表 这都几天了 做完了吗 我交了呀 交给谁了 上次做完我就拿过来了 你当时不在 我就放你桌上了 哪儿呢 这个 下回呢 交给我的文件 记得给我打个电话 给我发个信息 告诉我一声啊 好 我下次注意 还有事吗 没事了 走吧 以后上班 最好别迟到 好 余总 余总 你们俩说事呢 小焦过来送报表 好 平凡跟我来一下 哎 哎呀 那这孩子呀 除了你跟格雅 也没什么别的朋友了 我上次跟你说的事 你想好了没有啊 你得多跟安娜 单独接触 别老带着格雅 你放心 但是余总 有句话 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你说 安娜很敏感 我要是突然改变了 只会让她觉得反常 嗯 我怕她会想歪了 认为你在派我监视她 有点道理 而且我观察啊 安娜这姑娘 很重感情 这种事 我不打算操之过急 我会陪在她身边 等时机成熟了 我会告诉您的 嗯 嗯 她不是志军的同学 不是 志军的同学里 没有人认识她 她好像是个中国姑娘 那她会是谁呢 我在扩大范围去打听打听 你觉得志军和她 会是什么关系 这个女孩子是少爷唯一 叫来探望她的人 而且每次来的时间 都比较长 说明两个人的关系 很亲近 但肯定不是 男女朋友的关系 再去仔细查一查 千万不能大意 是 治疗的情况怎么样了 潘教授说 目前看有效果 嗯 那就好 不能有任何的差错 不 否则下面的计划 就全泡汤了 您放心 我明白 你去吧 吃好了啊 今天就能把我请 可以啊 可以啊 又买这么多东西 又请客吃饭 你是中奖了 还是发财了 怎么样 你愿意吃吗 那你请啊 这你都开口了 我肯定满足你啊 哎 烤肉店 哎 我想吃啊 哎 咱们要不去吃这个吧 好不好 怎么样 哎 换一个了 哎呀 又不能满足一下 我的小小要求啊 嗯 你们是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吗 对啊 我们在杂志社 那你们杂志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什么是小青青吗 我明白 我问的是杂志的名字 我们杂志啊 就叫小青心 好吧 走 就是这个 听说这家烤肉都是直贡的 所以他们家特服 格雅 我们以前来过你忘了 嗯 来过吗 我们以前和林志军来过 哥雅 你以后能不能长点机械 要不换一家吧 怎么了 林志军走过的地方我就不能走了 林志军去过的地方我就不能去了 你赶紧吃 平安把生菜给我 对啊 你这样就对了嘛 快吃快吃 过去的事呢可以自己买牌 但是要试做 最重要的是活在当下 好 服务员 来两瓶啤酒 吃烧鲎喝啤酒飘铃糕 容易得中风 谁都像你活得那么仔细 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没人生病没人死了 好了好了 咱们不喝啤酒 喝白酒 你开车就别喝了 服务员 来瓶二锅头 到了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难受啊 不要 你先上去烧点水 给他洗点茶 新清酒 行 那你看上他点 好着呢 我 安娜 你这是何的意义呢 你又想起林志军了 我不以为我可以忘了林志军 可是我坐在那里 我满脑子都是她的影子 我可以装作不在乎 我也可以恨她 可是我真的忘不掉 找冰凡你告诉我 我怎么才可以彻底地忘掉她 你之所以忘不了她 是因为你还没有接受这个现实 你始终不愿意相信林志军欺骗了她 我 安娜 醒醒吧 接受现实 面对她 然后放下 这个过程没有解禁 谁也帮不了你 只能靠你自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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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您找我了 我要求调整一下我的治疗方案 怎么调整 你跟潘教授说 让他给我加大用药的剂量 加强治疗的力度 我想潘教授不会同意吧 我知道潘教授不会同意 所以再找您来 请您跟我父亲说 让他说服潘教授 这是我自己的要求 我不同意 现在的治疗方案 没有经过临床验证 会有严重的后果 如果贸然加大治疗力度 后果难以预料 这样的后果我承担不了 潘教授 如果按照志军提出来的要求治疗 你难道一点把握都没有吗 没有 那么最坏的结果会是什么 您会失去你的儿子 加强治疗力度的方案 是谁想出来的 这个要求是志军自己提出来的 他也曾经学恶意 这不是怀着命吗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您的意思是您同意这个方案 这是他自己选择的方案 不用你承担后果 我还可以做 这一套 我都没有时间 但我学习的 我觉得太好了吧 我笑对的时候啊 整个人哭得稀里哗啦的 我觉得呀 这个是我看过最最最感人的爱情小说了 那你预估一下 你认为杂志下一集的销量能有多少 怎么也得翻两倍吧 不对 我觉得啊 至少三倍 知道你为什么当不了老板吗 因为你野心不够大 阿姨 请问还有小青春杂志吗 没有啦 孩子今天可奇怪了 一大早啊 有很多人都来找小青春杂志 那杂志一下火了 里面有什么啊 里面有一篇记事文学 讲的是一个中国女孩和外国帅哥的爱情故事 特传奇 特好看 没有就算了吧 谢谢啊 这么好看啊 阿姨还有小青春杂志吗 嗯 没有啦 哎 你们知道吗 咱们这一期的杂志居然卖脱销了 进入了全国前二十 是全省第一呢 真的 是吗 那咱们杂志社这次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这都是那篇小说对你说永别 给咱们带来的好处吧 这作者也太牛了吧 这作者也太牛了吧 我问过头儿了 头说在外面尽的 反正啊 咱们的杂志社没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 哎 我怎么觉着 这小说里的情节写得 有点像路安娜 哎呀 哎呀 宁静得真好 哎 哎 劲儿是 干嘛呢 看见闹子 你俩不出去啊 这种事儿 我们年龄大了 不能参加 对 我们去他们反倒便宜 你亏女过生日 走了姐 不去不去 走走走 别闹 走走走走 这蛋糕跳 这蛋糕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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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五多 好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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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少看 最近好火的 有一个 是吗 连载小说 写的好像是你啊 是吗 嗯 讲的好像是一个外国人 和中国女孩 谈恋爱的故事 跟你啊 也是抱着照片 参加婚礼的 是吗 嗯 名字好像叫 对你说有别 你哪有这个杂志呢 嗯 有啊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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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唱 嗯 这都什么歌啊 鼻子都没听过 一首都听不懂 就这个 就知道咱们老了 没有 我听过 你还可以 你很心肠吗你 来来来 喝喝酒 嗯 来 嗯 好 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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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 你怎么在这儿 我剪茶叶呢 把茶叶给弄撒了 你不去外头 在这儿待着干嘛 我喝得有点晕 我想一个人安静 我喝点茶叶解解酒 还把茶叶给弄撒了 怎么不开灯了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在这儿 不开灯哪儿剪茶叶啊 你没动电脑吧 没有啊 我帮你剪吧 哎 你们看见赵平凡了吗 看见吗 你这一会儿不见他就想了呀 哎呦 你别瞎说 别管他了 咱们叫安娜拆礼物吧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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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拆礼物吧 哎呦 别了别了 拆礼物了 来来来 给我吧 哇 这么多礼物 我得从哪一个先拆啊 我要给你选一个 收听朋友挑吧 开白白吧 那 猪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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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啊 手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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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那么小气啊 宋之笔 没事儿 咱们拆大的吧 来 猪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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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吗 哥 好点了没有 怎么是门了 你再忍一忍 潘教授马上就来了 他在哪呢 给我一个被子 被子 哥 你这是怎么了 我怎么受伤 我刷不打开 多热呀 我说热就热打开呀 潘教授 快帮帮他吧 他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 这是加大伎量治疗的反应 我也没办法 怎么办呀 我怎么那么硬 是 世俊 如果你想停止的话 我可以减少你的伎量 我有减少 我 我能先伸出 其实有电影 他 那个窗户一打开 快一点 给他一阵 针镜剂 尽量减板 怎么样 怎么样 志俊没事了 他太痛哭了 再这样下去 他会死的 好 小姐 可以请你出去说几句话吗 有什么问题 问吧 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 红梅 红梅 你是哪里人 我是中国人 中国 你跟志军是在哪里认识的 我们在中国认识的 那时候 他正在中国留学 你是他的女朋友吗 我不是他女朋友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那你认识志军的女朋友吗 志军他没有女朋友 他在中国没有女朋友 以前有一个 但自从志军生病以后 他们就没有联系了 好 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进去照顾他 谢谢你 后面小姐 这面不错 你要不要睡一會 不要 你就吃那個吃得飽嘛 週末也不放過 喂 哪生日派對還順利嗎 我看點朋友圈玩得挺開心的 挺好的 怎麼了 還看得怎麼樣啊 就是祝你生日快樂 謝謝啊 不過我的生日都已經結束了 那我送你的生日禮物 應該收到了吧 生日禮物 是啊 那這筆 我偷朋友從德國買的 看上去不值錢 其實花了我不少錢呢 那這筆是你送我的 是啊 沒來得及和你說呢 那麼好的筆是用來寫好的故事的呢 莫總 您還真是有創意啊 謝謝啊 那筆是他還送的 虧他想得出來 真是夠大棒的啊 幹嘛 搓死他了 我看行 我看見他 穩 nog 一穩 兩個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安娜 你不认识我了吗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安娜 安娜 哥 哥 哥 你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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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安娜结婚了 哥 哥 你能不能不要胡思乱想了呀 梦都是反的 久彦 你能帮我个忙 帮我去一趟中国 看看安娜怎么样 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不可能离开啊 你忘了我为什么来这里了吗 我为什么要加大企量力度 久彦你是最清楚的 如果不是因为安娜 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么大的痛苦 久彦 我拜托你 你帮帮我 哥 如果 我不答应你 我明天放弃一切治疗 我明天放弃一切治疗 我看了一样 之前加大用药伎量 这我可以理解 她想早点好 但现在又让我去中国 去中国干什么 她有没有告诉你 还能是为了什么 让我替她去 陆安娜 你知道她 我不仅仅是知道 还知道她是你哥哥在中国的恋人 她还是放不下那个陆小姐 一开始 我哥是想放弃治疗的 她想听天由命 后来 是我劝她 我说 万一出现奇迹呢 如果她爱陆安娜 就应该接受治疗 等待奇迹的发生 等她的病好了 再去找陆安娜不就好了吗 她听进去了 但是我跟她约定好了 在她的病没有好之前 她不可以去打扰人 可是她现在又反悔了 你不愿意去中国吗 我当然不愿意 我必须寸步不离 我倒是建议你去 为什么 她的情绪不稳定 容易胡思乱想 应该是药物的副作用 潘教授说了 在她治疗期间 她容易情绪激动 精神康奋 甚至出现了幻觉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尽量不要刺激她 尽量地顺着她 以免她的情绪和精神彻底失控 可如果我离开她 她怎么办 这里的医护人员你不用担心 我建议你去中国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什么 隔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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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起来 干吗呀 大晚上的你吓死我了 你赶紧看看这篇小说是谁写的 什么 就是这篇 对你说永别 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 这个是文学稿 你是文学编辑 你能不知道是谁写的吗 哎呀 这篇小说是女魔头组的稿 我们都不知道 那你看了没有 我看了 我看了 看了那你不觉得是在写我吗 你看你看 你那么急 我就是怕你急 所以才没有告诉你啊 那你赶紧看看 这个作者像谁 我哪看得出来是谁啊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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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想到 以为改个人民换个桥段 我就看不出来了 太卑鄙了 奶奶 你先别生气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没有经过我同意 就把我的故事改编成小说 这明目张胆地侵犯我个人权益 太过分了 你是真的不知道是谁写的吗 我真的不知道啊 可能是女模特从外边找的人吧 我不管是谁写的 这一次我绝对不可能这样算了 灿灿 你先别激动 你听我说啊 虽然人家是借鉴了你的精力 可是人家有没有指名道姓说是你 这种事情你没什么证据 就算是告让法庭你也很难赢的 对 你就是要告他 哎 我可没人让你告他呀 沐总 你觉得这个插画可以吗 还凑合吧 可我觉得这个画面 跟这期小说的内容搭起来 特别配 行了 那就是他吧 你去跟印刷厂说务必要 莫娜 有什么事吗 我想找你谈一谈 去我办公室吧 你没有权利不经过我同意 就把我的事情改编成小说 你的事 什么事 我不明白 你觉得你这样装傻有意思吗 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你写的是谁 你是说你在这个里面看到了自己 是吗 那太好了 说明我们成功了 我一直认为一个好的文学作品 就是能够让很多读者 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从而反思 从而感慨 获得能量 谢谢你 做出这么高的评价 莫莉 你别跟我玩这样的文字游戏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你立即给我停止看载 否则我就要 否则怎么样 起诉我吗 你别以为我不敢 我当然知道你敢 可是我想问你 你凭什么起诉我 难道你在这个上面 看到了你自己的名字了吗 你发生了什么事 别人怎么会知道 洛安娜我警告你 你不要以为你在生活当中受了刺激 你就能够从文学作品上 把她的情节 在身搬硬套到自己的身上 你如果要炒错的话 你可以换一个方式 当然 如果你执意要起诉我 我也可以送你两个字 请便 还有事吗 如果你没事 我还有事呢 出去吧 好 怎么了 我要起诉你摸头 你冷静一点 我冷静不了 太欺负人了 你是不是有个同学是律师 我是有个同学是律师 可是人家现在调去外地了 不在这儿 我们走 走哪儿去啊 我不想上班了 安娜 现在上班时间你干吗去啊 我不管 我现在就要离开 我不想上班了 安娜 安娜 你会什么呢 不是 有的时候 你会有呗 有地方 要死吗